那我們在當一節課的時候跟各位介紹所謂的Multi Level Q Multi Level Q的話指的是說 我現在OS裡面我不會只有一套所謂的排斑法則 那每一個排斑法則它都會有屬於自己獨立的Q 然後基本上來講Multi Level Q來說的話呢 它的特質是屬於它的彈性比較高 至少比我們之前前五項跟各位介紹過那種單一的這種排斑法則來講的話呢 它們使用上的彈性是比較高 但是呢它因為是會有一個不公平的情況產生 就是因為它有不公平 所以說它會產生所謂的Starration 肌肉的情況 也就是說在一些No Priority這些Q當中的一些Process 它們可能會活活餓死掉 那在Q跟Q之間來說的話呢 它們是採用所謂的Priority Scheduling在做排斑的這種動作 所以說呢這種所謂的Multi Level Q來說的話呢 它又屬於一種可搶先試的排斑法則 我們現在知道就是說啊 在原本這種Multi Level Q當中 那些在Priority比較低的這些Q的那些Process 可能會有20的情況 那我希望這種20的情況能夠做改善 那此時的話那該怎麼做呢 那就是有人提出來一個新的 所謂的Multi Level的這種概念 那這種什麼東西呢 我們來看一下 那有人提出所謂的 Multi Level的Feedback Q 都會多層的回饋株列 那這多層的回饋株列的話呢 跟我們前面那個所謂的Multi Level Q 它的定義相似 它跟我們前面的Multi Level Q 它的定義很相似 那我們在對前面的Multi Level Q 我們的定義有四個 我們來看一下 那這四個定義來說的話啦 這四個定義當中的前三個 都跟我們的Multi Level Feedback Q是一致的 那我們的Multi Level Feedback 比較大的差 是在我們定義的第四項 我們定義第四項來說的話呢 就Multi Level Q來說的話呢 Process不能在各個Q之間做移動 也就是說當你今天啊 你的Process進到系統裡面去之後呢 透過OS 對你的Process去做一個 特性上的一個分類動作 那分類之後呢 它就跟你的Process的特性 將你這個Process 塞到不同優先權的這種Q裡面 好 一到每一個Process 被塞到某一個Q裡面去之後呢 你這個Process 就永遠不能翻身 就是都是屬於這種Q裡面的成員 OK 好 那可是反過來講 Multi Level Feedback Q的話呢 它就沒有這一層的顧慮 Multi Level Feedback Q來說的話呢 它的Process 可以在不同優先權的Q之間 去做一個移動的動作 是怎麼做呢 我們來看一下 今天Multi Level Feedback Q來說 它跟我們前面所提到的 所謂的Multi Level Feedback Q 這種排班法則來說的話 主要的差別是在於說 你允許Process在各Q之間 去做移動 以避免Stavation這種情況 也就是說呢 它為了要避免在低優先權Q當中的Process 有活活20的這種狀況 所以說我可能適時的會將這個 低優先權的Process 去把它做優先權調整動作 所以說呢 如果說今天你一個 呆在低優先權Q當中的Process 要是呆得太久了 那這時候 我們的OS就會主動的 去幫你將這個Process 它的優先權去做一個調整動作 也就是說它可能會讓你從 第四層的Q 移到第三層的Q 然後可能又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發現你又搶不到系統資源 又可能會把你移到 第二層的Q 甚至到最高層的Q 都有可能 一層一層 這樣往上做 所以說 這樣做法的話 它就可以避免掉 我們在前面的 Multi-Level Q當中的 Starvation的現象 那我們來看一下 它大概是 怎麼樣的一個做法 當然啦 它這種做法來講的話呢 主要還是以Agent的技術概念為主 以Agent的技術概念為主 它在Agent的話呢 每隔一段時間 就會將Gas 往上提升到 上一層的Q當中 所以說 在經過有限時間之後 在Low priority Q當中的Process 會被置於 High priority Q當中 OK 所以說呢 這是對於 當你今天有一些Process 已經一開始被分配到 低優先權Q當中 它可以做一個補救措施 當然 反過來講 如果你有一些Process 一開始是被放在 所謂的高優先權的Process的時候呢 那這些所謂的 放在高優先權的Process的話呢 有一些Process 可能有所謂的 預估錯誤的現象 比如說 我們在上一節課 有跟各位講 當你今天一個新的Process 要進到系統裡面來的時候呢 這個時候的話呢 我們的OS 可能會對 這個Process 它會使用到的 CPU Plus Time 會去做一個預測動作 來看看說 你可能會用到 多少的CPU的時間 這個是屬於一種 預測的動作 預測的動作 那可是問題是 OS不是每一次都會 預測的很準嘛 對不對 好 比如說它現在假設說 某一個新進來的Process 我預測說 它可能會用 CPU兩秒鐘的時間 那就是因為 OS認為說 它大概用 CPU兩秒鐘的時間 所以說 我就把它放在 High Priority Cue當中 讓它可以馬上去做執行 馬上解決掉 可是問題是 搞不好 這個Process 它本質 需要用到 20秒的 CPU的BIRTH TIME 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當你今天呢 這個Process 進到 High Priority Cue當中之後呢 這個時候我們的OS 會上講我們的排班程式 發覺到說 欸你怎麼還在 這個高優先權Cue裡面 待這麼久 它這個時候的話呢 它就會把你的優先權 去做降級的動作 為什麼呢 因為你是一個 披著羊皮的狼嘛 對不對 本來以為你是 兩秒鐘可以解決掉 結果沒想到 你過了十秒鐘 你還在裡面 不曉得你在幹什麼 OK 好 所以這個時候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將 原本放在高優先權Cue當中 這個Process 假設在一定期間之內 還沒有做完的情況之下 我就可以去做 逐步降級的動作 去把它做一個降級 一步一步把它降級下來 當然不是一開始 就把它降到最低級啦 也沒那麼慘 OK 好 所以說你看喔 我們也可以 配合降級的動作 將上層Cue中的 Process 取得CPU之後 若未能在 Quantum內完成工作 則此Process在放棄CPU後 會被置於 較下層的Cue當中 也就是說 假設我現在最上層 高優先權的那個 Cue 我是採用所謂的 Round Robin的做法 那在Round Robin的話呢 可能我的Time Quantum 只有4秒鐘 只有5秒鐘 可是問題是 你這個 原本放在這種 High Priority 的Cue當中的 這個Process 你是要20秒 30秒 甚至100秒 才有可能執行完 那這個時候OS發覺到說 你已經在這個High Priority 待了一陣子了 怎麼還沒有執行完呢 好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OS就會把你做降級的動作 把你放到下一層去 如果說你在下一層的Cue裡面 你又待了很久 你發覺到 你又還沒做完事 他這個時候的話呢 有可能會再把你做 第二次的降級動作 OK 好 所以說在這邊來講的話呢 這所謂的Multi Level Feedback Cue 它的Feedback的意思 就在這裡 我們可以對 低優先權的工作 去做升級的動作 我們也可以對於這種 原本在高優先權裡面 這些Process 去做降級的動作 基本上 它會對他們實質的 這種所謂的 在Resource上 使用的這種效益 會去做一個回饋 會去做一個反饋的這個動作 OK 好 所以說大概聽得懂 它的做法吧 所以在這邊來講的話呢 它跟我們前面 那種Multi Level Feed 最主要的差別點是 在哪一個不同 Q當中的Process 它可以在不同 從Q之間去做一個 游移的動作 好 所以說一樣 我們來分析一下它的特質 它的特質是怎麼樣呢 基本上來講 以Multi Level Feedback Cue來講的話呢 它的本質 一樣是 不公平的 為什麼呢 它基本上它還是以 高優先權的這個Process 以它為 作為所謂的 主要的處理對象 所以說 如果說你今天這個Process 進到系統裡面來的時候 本來就已經被歸列到 所謂的低優先權的 Q裡面去的話呢 那 此時 你可能就要在這邊等CPU的使用權 OK 那這時候 你可能要等一些高優先權的Q裡面的工作 做完之後 才會輪到你 所以它本質其實是不公平的 但是它本質不公平 然後呢它不會產生 Stervation 它不會產生所謂的飢餓現象 OK 我們 談到目前為止 談了七個排版法則 這七個排版法則裡面的話呢 通常如果我們遇到 不公平的現象時 通常都會伴隨著 Stervation的現象 可是問題是 這七個排版法則裡面 屬於 不公平排版法則 唯獨這一個 它不會產生Stervation 唯獨它不會產生 為什麼呢 它之所以不會產生Stervation 原因就是它有所謂的 Agent的機制 也就是說呢 它可以將你Process 去做那個優先權的調降 或是調身的動作 基本上你有這種調降 調身的動作的話呢 此時齁 你一些原本比較低優先權的Process 就不會有餓死的狀況 因為總有一天 會輪到你搶到CPU 因為 就像我之前跟各位講過了嘛 你被人家搶久 終於一天你會去當搶盜 就是這樣的一個道理 終於一天我搶別人 OK 所以在這邊來講的話呢 這種排版法則來說的話呢 雖然它是不公平的 但是它不會有Stervation 好 那以這個排版法則來說的話呢 它也是屬於所謂的 可搶先式的排版法則 為什麼呢 一樣喔 當你今天在所謂的低優先權 Q裡面的工作 搶到CPU之後 可是 如果說有一些高優先權的工作 進來之後 它是屬於高優先權Q裡面的工作 那此時的話呢 OS還是會把你這個 低優先權Q裡面的這些Process 一聲聲的齁 把你的CPU的使用權 把它搶過來 把它改回到你原本的Q裡面去 讓這些 在高優先權Q裡面這些工作 讓它去先 去使用你的CPU 讓它先去使用你的CPU 所以說呢 你這個Multi Level Feedback Q來說的話呢 它的本質一樣是可搶先的齁 所以說 以Multi Level Feedback Q來說的話呢 基本上它跟前面的 有一個不太一樣的地方就是說 它雖然是在不公平 而且是可搶先的環境底下 在做執行 然後它不會有Starvation 這個特點 你們要特別記住 它是唯一一個齁 在不公平以及可搶先的環境之下 不會產生Starvation的排班法則 這邊還可以嗎 那就繼續往下囉齁 來 我們已經介紹給各位過齁 有七個排班法則了齁 莫名其妙講完七個演算法了 第一個是Fest Comfort Service 第二個是用先捲排班法則 第三個是SJF 不可搶先的SJF 第四個是所謂的可搶先式的SJF OK 第五個是Ron Robin 那第六個就是所謂的Multi Level Q 第七個是Multi Level Feedback Q 七個嘛 好 那這次我們就來看一下齁 我們也跟Grey齁去分析 這七個不同演算法之間 它們有哪些特性齁 我們根據齁 比如說除了一個排班的效益以外 我們還根據就是說 ㄟ 這個排班法則它是不是公平的 然後它會不會產生Starvation 然後它是不是有 具有所謂的可搶先的機制 我們來去做一個Firm Rate嘛 對不對 好 那這時候的話呢 我們一樣根據 它是不是公平的 會不會產生Starvation 然後也會有所謂的 Tintive 這樣子一個特詞 我們來去幫各位做一個 很快的Summary 來 我們回顧一下 前面所講的那七個排班法則裡面 哪一些排班法則它們是具有所謂的 Primptive 就是可搶先的機制 Priority Schedule一定有啦 再來咧 可搶先式的SJF 然後 Ron Robbie嘛 Multi Level Q Multi Level VVQ 對不對 好 好像還不少齁 七個裡面好像就佔了五個齁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齁 這個我上面這個寫錯了啦齁 S.R.T.F S.R.T.F 可搶先式的SJF S.R.T.F 然後 Primptive的Priority Schedule 然後Ron Robbie 還有Multi Level Q Multi Level VVQ 基本上這五個排班法則 都是屬於可搶先式的排班法則 OK 好 那除此之外 哪一些是屬於不可搶先的 那我們就可以直接來看啦 比如說像我們之前第一個介紹的FIRST CONFIRST SERVICE 還有所謂的不可搶先式的齁 SJF 就是傳統的SJF 第三個的話呢 就是 Non-Primptive的Priority 所以Priority 這種排班法則來說的話呢 它這個優先權 基本上 我可以去控制每一個 不同的優先權 但是我可以讓它 是所謂的可搶先或不可搶先的齁 所以說 所謂的Priority Schedule 你來說的話呢 基本上它也分成所謂的可搶先式 跟不可搶先式 其實你們回過的一看一下 我之前給各位的講義 我在其中一段話就跟各位講 Priority Schedule來說的話呢 我們可以把它定成 可搶先跟不可搶先 看你怎麼設計 好看你怎麼設計 所以說呢 你想想看 此時 如果說這個Priority Schedule 如果它是可搶先式的話呢 這個Priority 它的優先權的設定 我是根據每一個Priority 使用的CPU Priority Schedule 來去做設定的話呢 此時 這個Priority Schedule 就會退化成SRTF 就會退化成SRTF 反之 如果說今天 我們是針對 NPriority Schedule 去決定說 它的優先權 是根據CPU Priority Schedule 來去做設定的話呢 那此時 這個NPriority 就會退化成 這個不可搶先式的SJF 所以說那個Schedule in Aggregion之間 它們也有一些關係 誰包誰誰包誰 你要很清楚 他現在幫各位做個分析的 OK 那哪一些 那個Schedule in Aggregion 不會產生Stervation 我們來看一下 通常第一個 像First Come First Service 我經常寫成FIF 意思是一樣啦 但是 一致比較好啦 First Come First Service 像First Come First Service 的話呢 它本身強調它是公平 誰先來誰先做啦 所以說基本上 不會有Process 二死的現象 那第二個 Rone Robin來講的話呢 基本上 每一個Process 也是一視同仁 大家都分配的工作時間 一模一樣 所以說Rone Robin 也不會有Schedule in 的現象 第三個的話呢 Multi Level Feedback Q來說的話呢 雖然這個 牌刀法則 它本身有大小 我們的特性 雖然我本身還是 喜歡公平先權的Process 但是 因為我有讓那些 Gear先權Process 申訴的機會 所以說呢 這個Multi Level Feedback Q來說的話呢 它就比較不會有Starvation 的現象 它就不會有Starvation 的現象 當然啦 如果說有人問我說 欸老師啊 那你之前在談的一些 可搶先事 或是不公平的演算法 他們也有所謂的 Agent的機制的話呢 那他們是不是也可以 變成 No Starvation 沒錯 齁 所以說 你像之前一些 比較獨立的這些 排班法則裡面 如果說有一些 他們是屬於可搶先事 而且是不公平這種 排班法則的話呢 通常來講 我都會跟各位講齁 如果他們要改善 他們的那種 Darvation的狀況來說的話 他們可以採用 Agent的做法 當然啦 他們的心理狀況來說 他們不見得會用到Agent 不見得會用到Agent 但是這個Multi Level Feedback Q來說的話呢 這個Agent的機制 是他本身特性之一 所以說Multi Level FeedbackQ 我們把它歸類在 是屬於 No Starvation的這一種 排班法則 這是有道理的 因為那個Agent的機制 就Multi Level FeedbackQ來講 是他本身的特質 不是額外附加的齁 齁 齁 他是原廠配備 齁 不用另外再買的啦 齁 像你買車一樣嘛 對不對 你要是買那種 國產30萬的這種 小房車的話呢 安全氣囊 你自己去另外再加裝齁 所以說 此時的話 那個安全氣囊 就是你的額外價錢的配備啦 可是如果說 你買的房車 一次買一兩百萬這一種 沒有安全氣囊 就比人家Case 多有意思嘛 齁 所以說同樣的 之前Multi Level FeedbackQ來講的話呢 所謂的Agent這種機制 就是他的原廠配備 OK 之前跟各位談論 那七個排班法則裡面 哪一些是屬於Fair 哪一些是屬於公平的排班法則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叫 First Come First Service 它是屬於公平的這種做法 問各位一個問題 如果說我今天問你說 哪一個排班法則 它是既是公平 又是可插隊 又不會餓死的排班法則 是哪一個 Run Robin的做法 OK 他們來講的話呢 我為什麼幫各位 去匯整出這些特性 原因是我可能會考一個 中整性的議題 欸 哪一個排班法則是 既公平 又不會餓死 你幫我去找找看 原來一些的排班法則 是屬於這樣一個特性的 你就要負責幫我把它找出來 這樣可以嗎 上來去證明一下 其實也不用背它 真的不用背它 你們只要對 那七個排班法則裡面的 每一個特性 去搞清楚它的定義 它的運作法則之後 這些特性你自然而然就會了解 好嗎